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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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現在已經八點三十七分 郭文貴議員 那麼 那我們就 現在有民主進步黨 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還有親民黨黨團到場 那 國民黨黨團還沒有到 我們是要再等一下 還是要 要不要 我們今天是有三個案要討論 第一個案是 時代力量黨團 這個提出 要我來召集 研商組成修憲委員會的相關事宜 那第二個案 是針對 105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 及中計表 營業與 灰營業的部分的 一個 預算的一個協商 那第三案 是 要討論各黨團 推薦代表組成 課程審議 審議會委員 審查會的相關事宜 那這個是 依照 整個的比率 來分配組成 這個審查會的審查委員 所以 這個案子 也非常有擊破性 那麼 現在 已經過了 10分鐘 那 國民黨黨團 沒有到場 那 民宿長要不要把狀況說明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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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院長 那個 我剛剛有跟那個 國民黨黨團的總召林德福 有聯絡過 那他原則上 他 今天的處理方式 他是說 他對於 我們今天召開的這個 朝野協商 第一案第二案 原則上他們 他們是反對 他們不予參與 但是第三案 他們可以 來考慮 來接受 所以 他們今天會派 他們的 黨團的工作同仁 他們會到現場 但是 他們的委員不出席 那 如果說第三案 大家 討論的結果 原則上 他們可以接受的話 他們會事後補簽 議員 沒有 因為我們這一次 所提的修憲案 蠻單純的 政治性也不高 18歲的公民權 世界潮流的趨勢 去年 本來就有機會要修了 我們把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 今天中國國民黨他們不願意來 那這件事情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那是不是可以請院長這邊才是 還是說請教一下議事人員 因為我們不可能 因為中國國民黨片面的杯葛 就把18歲公民權這麼重要的議題 就把它放著 完全都不處理 如果說必須要透過在院會裡面正式提案的方式 那我們就來提案 到時候就表決嘛 那每一個人為自己的投票行為 跟社會道眾負責 好 洪軍 洪軍修 現在是這樣喔 修憲委員會 如果成如時代立場所提的 其實親民黨的看法 原則把投票門檻降到18歲 我們是贊成不是反對 只是就是說 你用一個修憲委員會這樣子的話 它的極限會不會就只有極限在這個地方 當你這個委員會成立的時候 這個修憲委員會 它的功能就是在修憲 那我們如果是針對18歲 要讓他可以降低他的投票門檻 我們是贊成 那是不是用另外一個邏輯思考 就是說把投票門檻降到18歲 像這一次日本 他就是降到18歲 他將近有240萬的首頭族進入投票 那這個原則 世界的趨勢是這樣子 民主的趨勢也是走這樣子 我們是贊成 那建議時代力量這邊看看 是不是我們只是針對這個部分來做討論 那如果你成立一個修憲委員會 這個修憲委員會 這個修憲大帽子範圍很廣 會不會去做另外的一種解讀去 反而會讓這個事情會行不通 是不是應該去思考一個邏輯 就是針對投票的門檻的部分 單獨的來談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談 好 來 請各總 18歲的公民權 這毫無疑義 上一屆我們民主黨提案 那到最後整個過程我都參與 到最後我們居然很壓抑 國民黨連這個都反對 那當然今天國民黨沒有來 我個人看法就是說 主要修憲要高門檻是3 那我們對於憲政改革 是我們這一屆不可迫避的責任 那憲改談的不是只有修憲18歲 今天要修18歲公民權 當然我知道實在地獎以及民主黨都沒有提案的 那提案都有門檻的問題 那這又是民運黨幫忙連署成立的 我們要講這個 那民運黨幫忙連署成立的時候 當然我們黨內部也有一些人的聲音 那我們可以自己主動來提案 因為附水在別人上面的問題 這個很政治現實上 我必須講這個 那本來也有人有這種看法 那18歲假如修憲的話 剛才這個佣金有講給了 那實在一樣這次也提了包括會審 還有會英國兩棲 有在連署中啦 我們幫忙有在連署啦 還沒成案啦 凡此總統都是比民黨還幫忙 那修憲是一個要順山乾門看 那曹緯應該做起來好好談 這個政治議程應該怎麼安排 民黨也有自己的政治議程的安排 那假如說 那國民黨也不來 那整個政治議程 假如說只是來討論18歲 這個國民黨也不來 我想我們在座都好有意義的 好有意義的 那修憲這樣的歷史的大事情 我想說 這一代人物我們被最重要的政治課題 中央政治體制啊 還有各位同學等等 經過世衛黨很大的運動與討論 重新再來 那上次很遺憾 那差了最後一領路 那我甚至覺得 我們可以大家都要好好談一下 這個修憲委員會 所以 江振公長沒有來 大家繼續來談 那未來怎麼 朝委來合作修憲 這是比較重要 沒有不是說 18歲公民權主義 以後就不處理了 那修憲也要併公投 都是併大選 這都高門檻 我們說我們大家要有一些實誠的安排 所以有時候國民黨不來的人 沒有 這個要有實誠的安排 等於這個 整個推動要有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佈局 否則的話 只有18歲公民權的話 可能也不是此刻 我想大家都一樣的 都沒有 不會做任何意識的改變 那此刻 此刻的時候大家 在這裡 國民黨今天不來 大家都還好好談 修憲也要共同來談 那我們民黨在過去修憲上 大家會看一下 上一屆我們的整個版本 是一個很完整 然後我們經過很多 涅布討論 討論 一路走過來 那是 這幾月 民黨執政以後 這幾月黨主席都一直在 在涅布整個修憲 我希望說 當然 十八月公平沒問題 整個修憲 大家好好來 走下來討論一下 那有政治時程的安排 應該也有 大會稍微 錄製一下比較好 好 來 我就誠如柯總召講的 其實他後面 究竟現在民進黨 針對修憲委員會 要修什麼 憲法要修什麼 你沒有去具體的 去把它拿出來談的話 你沒有去具體的 去表出來的話 這個 不只是國民黨有疑慮 包括我們也有疑慮 那如果單純是只有十八歲的門檻 我想 國民黨 甚至於反對的理由 可能也會很低 所以 如果是說 真的是要成立一個修憲委員會 就像我剛剛講的 修憲委員會 你要修什麼憲 你的內容是什麼 範圍是什麼 你沒有一個朝野的共識的話 這個委員會出來 這個委員會變龐大的怪獸 要載他修的 甚至於這個要怎麼修 修出來的話會怎麼樣 不知道 所以就會有一個 這個委員會成立的疑慮就會出現 那如果大家把它共識出來 是針對哪個部分 就像以前在針對 針對刑法也好 針對國會檢辦也好 這一些都是非常的清楚明確 目標清楚 這樣來這個比較有意義 你如果是 委員會一旦成立了 結果他是無限的上綱的話 這個我們所負的責任就會很大 這個我方法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補充說明 好 還有沒有 這個 好來 這個我補充說明一下 剛才 柯總道有提到我們其他兩個休憩案 其實那兩個休憩案 我們現在都hold住 沒有在 好 那不是說聯署不到的原因 我們是覺得說 這一階段就以18歲公民權 我們盡量單純 我們盡量單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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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盡量 就是單純 這個 剛才 李總道一講的 這個 日本投票 這次已經這樣 那全亞洲大約 我們現在是投票年齡最高的 好 好 那 如果這個案子怎麼單純 那我們是按照 這個立法院 我們的這個資源心事法裡面來做 好 那我是覺得沒有理由去 去擋他 而且其實國民黨 像盧秀燕委員也有18歲公民權 這樣的一個提案 好 那民進黨其實大部分也都支持 也就是說 比較麻煩就是說 現在是大家都有共識覺得 公民權應該降到18歲 可是因為其他的考量 反而就讓這個案子 就在外面 那其實我們的程序都很嚴謹 我們的門檻也都很多 所以剛才 委員比較顧慮了 會不會有其他案子插進來 我是覺得如果我們都有共識的話 這個東西是應該可以在這個 這一屆好好把它退出來 這個剛才 黃國昌委員有特別提到 就是如果有黨團 沒有出席整個的協商 那這個委員會 他要組成的程序是怎麼樣 議事處要不要說明一下 院長 副院長 各位委員 議事處報告幾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現行的 我們立法院的組織法第九條 那是原來在88年以前 是第15條的第二項 那88年以前它是 立法院是設修憲委員會 88年之後把它改成得色修憲委員會 這是第一點說明 那當然當時的背景會認為就是說 當時的立法院對於修憲的這個職權上面還沒有那麼強烈 因為當時那個國民大會是還存在的 那第二點說明的是 88年之後 第五屆、第六屆 包括第七屆、第八屆 我們都曾經有修憲提案 但是我們只在第五屆 組成修憲委員會 在第八屆組成修憲委員會 那依過去的這個實務的做法是 這個修憲委員會 我們會像今天一樣 先做一個超越協商 那協商按照比例 那目前的規定是三分之一加一 就是38位加一位 所以是39席的修憲委員會 然後招委是五個人 那我們過去就是協商之後 那不管協商一次兩次 大家同意了 某一個時間點啟動 設修憲委員會 那這個名單要提報院會 完了以後 第一次的修憲委員會 因為他必須選召集委員 那先由委員互退一人當主席 完了以後選召集委員 趙景文再去輪職去當主席 那這個第一次的啟動 通常我們也有一個 大家各黨人會有一個默契說 哪一天開始啟動 這是第三點說明 第四點就是 如果萬一我們將來 就是說一次兩次的這個協商之後 還沒有辦法協商成 那可能就必須在院會提一個討論事項 那大家來討論之後 看決定到底要不要設修憲委會 就這一屆來講 那最後一點我要報告的就是 剛剛那個黃委員也有垂巡 那我也跟黃委員報告就是說 因為這個修憲本身是一個高門檻 那它也是一個政治議題非常強的一個東西 那也就是剛剛大家 這個各位委員在垂巡的就是說 我們會涉及到就是 那你這個整個修憲的議程 修憲的範圍 那到底大概什麼時間點 然後再來檢測 要由來公民覆決 雖然目前看起來是 不會有跟選舉 綁在一起的疑慮 可是就是整個修憲的程序 是一個國家的大事 那特別是立法院現在是一個單獨的修憲機關 這整個啟動運作等等 大概都是必須有一個比較長遠的考慮 那因此我們會建議說 是不是在一個適當的時期 再做一次協商 或者什麼樣的時間點 然後再來啟動 那完了以後 如果真的不行 那這個多數的意見會認為說 我們是需要修成的時候 那可能就在院會提案來處理 以上報告 好 好 來 我們今天大家冷靜來想一想 其實剛才報告的過程 我都親身經歷過 而且每一個過程 我都在現場的 首先是一個很 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而我也 胡登維 不好意思 永明說 我們這一屆人就要修18歲 應該是不只這些 大家要有些政治思考 好像真的一直在安排 整個社會力量一直改變 我想我們這一屆不去修 上一屆都修到 比這個還多很多 那啟動很大的社會力量 國會113個 再把他回覆165個 什麼都有 人意 病意 什麼都有 總統之前都有 各位同意點 這是一個大政治工程 我們一定要有心理術 要很大的社會力量進來 大家要有共識 國民黨當然 目前他有提案錢 他不必各黨的聯署 一台就提案錢 所以我們大家應該合作 來尋找政治議程怎麼安排 而且公投入選 你這個修建 你修建以後 你不公投的話 公投已經變大錢 那修建的 待會兒也不再賣 這中間還有很多過程 所以我們大家 現在是說 明天才會變成功 然後接下來零食會 我們現在應該把一些 一些該處理的 有一些時程安排 明天才 接下來零食會 我們還希望開兩次零食會 不只打法反統一權 黨產以及轉型爭議 包括集合遊行法 包括選拔法 這些都是 兩次零食會裡面 我們大家一起來推動 我想 加州兩方政黨也不會反對 那國民黨現在在頑強抵抗 那是一回事情 那在這個時候 我是覺得各位可以在當場的共節 要怎麼收 有社會力量進來 不是只有18歲 18歲都沒有 毫無意義 大家都沒有問題 也不是哪一黨的專利 今天也不是哪一黨的專利 說民進黨沒有提案 好像民進黨 我們不算是18歲 民進黨隨時提出就出來了 大家合作 來想看看 把這個 整個公民社會的議案 把議論怎麼這樣集結 當然 什麼時候 要一些國會 不是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以外 很重要 另外一個宣傳改革沒有做 也不能完成 所以我們 我希望說 我們可以再商量一下 當然 現在目前比較急著 先注意一下 好不好 謝謝院長 在第八屆的時候 基本上 18歲選舉權的一個修憲 我就有提案 當時候我們也都是修憲委員會的議員 我們也知道說修憲一定要做 在這一屆一定要做 這絕對沒有辦法去排除這個責任 因為在第八屆就已經到了最後 大家已經開了10場的公聽會 然後也透過不斷的討論溝通 已經有一個最後的結論 但是非常遺憾的 國民黨當時候就是拒絕 然後不處理 所以就把上次的修憲委員會 變成是一事無成 所以我相信在這一屆 我們也一定要成立 只是說這個時間點應該在哪裡 我們18歲的選舉權 這個沒有爭議 大家都有共識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廢除考試院監察院的議題 還有所謂的相關的政黨門檻 國會改革等等 所有的問題 可能都要透過一次的修憲 把它一次討論 其實絕對不是只有一個18歲的問題 所以我們絕對支持18歲的選舉權 應該要去討論 要去修憲 要去降低這個門檻 但是還有其他的部分 可能一次修憲 如果修一次 要成立一個修憲委員會 這個知識體大 如果只是為了一個18歲 真的非常可惜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大家坐下來談 到底未來有哪幾個方向 要去做修憲的 我們立即來做一個共識之後 來成立修憲委員會 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 步調還有可以完成的一個目標 可能會更快速 而且時間點比較能夠掌控 好 來 王委員 剛民進黨的朋友講的意見 我基本上都贊同 每一個政黨會有他們自己的修憲主張 實在力量也是一樣 從中央政府體制到基本人權的擴充 還有國家定位 我們當然有我們自己的主張 很可惜的是說 在318結束了以後 所以要開公民憲政會議 開啟了整個社會 開始討論憲改的議程 那很遺憾 去年一事無成 什麼都沒有過 組成了修憲委員會以後 各個政黨 要把自己完整的憲改主張 全部都提出來 我百分之百支持 對於我們而言 小黨四分之一的門檻 我們這次提出了18歲 我也很感謝民進黨 還有親民黨的朋友 大家都有來連署支持 那因此我歸納簡單兩點 第一個是 所有憲改的主張 要放到修憲委員會當中來討論 時代力量當然都不排斥 時代力量也有非常清楚 自己有關的中央政府體制 還有基本人權相關的憲改主張 那只不過說現實上面 我們人就是不夠 所以到時候 到底有哪些議題可以端上檯面 恐怕還是控制在兩大黨中間 那第二件事情 我更要強調的事情是 我不希望 在其他的議題上面 因為有不同的看法 結果相互牽制相互杯葛 搞到有共識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推 那這樣子對我們的新世代 對我們的年輕人 根本說不過去 那因此我希望說 修憲委員會可以先組出來 那到時候 大家要提出怎麼樣 修改主張放在檯面 那如果有一些 其他黨團認為不適當 譬如說像洪軍兄 所擔心的事情 那到時候可能在 我們進一步處理的時候 再來做過濾 因為以現在的門檻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事實上只要國民黨 一個黨杯葛 什麼事情都過不了 好 剛才國上講的 18歲 上次沒有過 大家都很慶祝 是國民黨 結尾也一次一句話 國民黨杯葛的話 什麼都弄不來 所以這個必須 我們朝會合作來做修憲 那至於說 什麼新世代一樣的聲音 沒有冒出來 不會有這個事情 我們一定要合作 你們其實 過去 我們 談戀也跟我們合作過 他也沒有 支架在這裡 大家都來講 我是說 對於政治議程的安排 跟議程安排 我們大家要有一個 比較高位的思考 我們現在 在這 明天 這禮拜就修費了 那我們現在在這裡 討論修憲 他都不來 這修憲 大家都知道 這個程序非常冗長 我剛才談過就是說 我們這一屆的 違法委員 修憲 絕對沒有辦法回避 這個歷史的責任 外面公民團體 也不會方便我們 不會修憲 修憲不是只有18歲的公民 雖然我們在這裡 沒有意見 甚至公民黨也沒有意見 但是 中世界他們是有意見 現在變得怎麼樣 因為當然 很多他是卡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稍微說 大家可以先來 我們 實際上先來談一下 怎麼 什麼時候來行動修憲 是最好的時刻 通常大家要合作的 那 因為 我們 實在意見 版本是民黨 幫忙聯署的 我們自己要成立 18歲的 我們馬上聯署馬上也出來 修憲 不是只有18歲公民前 我是希望大家要整套 整體的修憲議程安排 以及戰略觀 以及如何結合社會力量 一起進來 現在 現在 我是覺得最急的是 不讓黨產 速轉 這些 剛才 包括決議法 選拔法修憲 將軍把門檻 所謂各兩委的問題 這些 我們一步一步 未來還有 公投法修憲 很多政治議程要安排 我們一定要合作的 也不可能 我們獨走 也不可能 讓小黨 孤單的 一定要合作 以後 我們 大家對修憲 有不同的方法 盡量能夠整合 我是覺得這個才是 要很負責任 來修憲 比較 一個合理的安排 我再次表示 所謂公民前 民運黨 在上個階 就已經講得很清楚 雖然暫時沒有提案 就是因為我們對修憲的 時程安排上面 我們可能有一些 戰略的思維 好 好 來 推動雄憲 必須要考慮政治時程 這我百分之百贊成 那如果 要進一步 討論這個問題的話 我並不認為 會對於修憲委員會的組成 構成絕對的障礙事項 大家有什麼樣的議題 甚至包括政治上面的議程 要怎麼安排 等到修憲委員會組起來以後 都可以丟出來 那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早啟動 因為我們反對倉促式的修憲 過去的憲改 一而再再而三犯的錯誤 就是少數的精英參與 從來沒有一次 真正由下而上市的推動憲改 那如果我們要承擔 這樣子的歷史責任 這次要做 就認真做 把它做好 那因此 對於政治議程的安排 要討論哪些主題 我們基本上都是抱持開放的態度 當然我們會希望 重要的議題可以先過的 就好像在去年修憲的時候 很多民間團體所喊出來的 分成兩個階段的修憲 那如果在我們這一任的國會當中 要完成這樣重要的任務的話 那第一次的修憲案 可能就要想辦法在2018年的時候 結合起來投票 那這也是目前 絕大多數的憲改團體 大家共同的期待跟希望 所以我很感謝院長 今天在找我協商的時候 特別把這個案子放到檯面上面來討論 那很遺憾 中國國民黨沒有來參加 那有一點受挫 那接下來在臨時會的程序當中 剛剛民進黨的朋友講的 不當黨產 促轉 選霸法 集有法 甚至我們認為公民投票法 這些在臨時會當中處理 時代力量都願意支持 沒有任何的問題 不會因為這個修憲委員會的組成 而對於現在要做的工作 造成任何阻礙 但是反過來講 現在我們本來就要做的事情 也不應該成為修憲委員會 組成的障礙 謝謝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 沒有意見是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修憲委員會的組成 跟他要討論的內涵 先把它做一些切割 你沒有組成什麼議題都沒有辦法談 組成之後要談什麼議題 大家來學商 學商有共識 這個是一個高難度的程序 也沒有那麼容易就會 想要什麼你就會通過什麼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我們還是尊重整個的流程 我們會找適當的時間 再來針對這個議題 再來召集一次的一個協商的會議 如果下一次的協商會議再不成的話 我們在依照院會的治權行施法來做處理 那預算案也是這個樣子 預算案我們已經召集了兩三次 那因為有黨團不願意來出席 所以我們都沒有來進行實質的討論 今天我們在召集 我們希望能夠有針對總預算案有一些方向 但是因為國民黨黨團 他針對這個總預算案的協商還是有一些意見 那我們還是依照整個的流程來處理 在不管是禮拜五還是未來的臨時會 總預算案一定要過 因為這個對國家的發展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案如果從秘書長剛才針對國民黨黨團對第三案 因為有時效性比較可以接受 那我們就試著把第三案的一個決定 我先把它練一遍之後 那我們再請這個議事處給各黨團 如果在十點之前有簽的話 我們就做成今天協商的結論 那麼針對第三案 要研商各黨團推薦代表組成課程審議會委員審查會相關事宜 我們做以下的決定事項 有關行政院含請推舉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課程審議會委員審查會議案 依政黨比率由民進黨黨團推舉9人 國民黨黨團推舉4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舉1人代表組成 民黨請以7月14日星期四中午12時之前送至議事處會整 遇時視同放棄 那麼這個人數的分配是依照得票比例來的 就我們的立法院的席次的比例來 如果這樣的一個決定沒有問題 那我們在10點之前看能不能請各黨團能夠來簽字 我們今天早上10點就可以來做一個協商結論的宣布 另外兩個案子 我們會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 先再來做一個開會協商的一個召集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 黨團之間也私底下能夠做一些意見的交換 看能不能順利的把第一案跟第二案來做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的會議我們就到此 那我們這個第三案的一個協商的結論 就請各黨團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謝謝大家 好來 好來 這個正本正本給大家簽一下 都有 都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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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沒有 可以 是 沒有 是 沒有